好,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第二堂课请翻开法欧文句西经 中册534页 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正结缘的净游 净游的地方呢 就是从开始啊 他受请说法 从这个有13行中间有了游佛 我们找到 就是说从,从什么地方开始 从这个佛呢 接受了大家的邀请要来说法 到后面呢 因为有佛说这个邀请 就是净游 然后呢 之后这16王子才有姻缘可以赴奖 对不对 所以赴奖就是 16王子就是当时现在的释迦牟尼佛的 就是净游王子之一 那当时呢 听了赴奖的一些众生呢 就是现在当场的献前众 因此他叫做净游 正作为正作结缘 那由此而 正就是刚好由此而作为结缘 那文章呢 就是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先转半字法轮 而后再来转一个呢 满字法轮 我们来看这个呢 转半字法轮的地方 而时大中之正如来 受十方出犯天王 即是被有王子起 即是三转折 刑法轮 落沙门 蓬龙门 落天魔 犯即是间首不能转 为是苦 是苦即是苦灭 是苦灭到 即广说 十人原法 无名原情 行人 是世人 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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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如灭 六路灭 狱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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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虱灭 狱灭 自十二音源 这边是十二音源 那十二音源讲完了以后呢 诸天人众在这里面呢 他看到了三转之二情法轮 讲完了以后 他说呢 佛于天能大众之中 说这个法以后 说是法 就是当成说这个法 是钉万词嘛 六百万那由他人也不受一切法固 所以猪肉就说 他不受一切法 就是他不懒着于一切法 不是代表他不知道这些法 有的很多都不受不受 就是他对外界当做什么不知道啊 然后就当做都没看到啊 不是的意思 是说他不懒着于当中 不懒于当中 而于猪肉心得了解脱 接着圣庙禅定三年六通之法解脱 第二第三第四说法实 千万一那 千万一恒恒沙纳由他等众生 亦已不受一切法 后于猪肉心得了解脱 从事以后于猪身文重 无量无便不可称属 他这里面他就说 第一个是受请 受猪犯天王之六王子请 而后呢他三转十二行法 就是正转 那文法得到呢 就是代表下面第四行到第七行 的猪天能重呢 他们得了三年六通 聚八解脱 对不对 这一个段落 那正转的地方呢 请各位看到十五行 十五行他说 在正转啊 所谓的三转十二行法 就是由劝四正 四就是市教利己 跟他们说呢 他已经正了 劝他们正 我已正 奴等因正 然后呢 是不是要劝他们去正 劝他们去修 然后他就问他说 所谓的三转啊 事劝正呢 第一个解释就是说 应该将这个三转呢 对了这个市教利己 所谓的市就是市转 教就是劝转 利己就是代表正转 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把他说 见地思维呢 无学啊 就是来称为见地思维无学呢 就是身文三转 就是身文三转 之后呢 再换谁 再为原觉一转 最后再转菩萨一转 就是两种解释 就是三正啊 三转 另外一种是把四劝正 对四要利己 那他就问说 为什么要这样配呢 他说因为根啊 有利盾啊 这是一种说法啊 那其他的话呢 你看各方的一般人都说 有三转啊 为什么他就说 那为什么要三转啊 他说诸佛于法 法自于三 那因为为了众生 是有三根 所以说啊 大论啊 或皮菩萨论 都有做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因为众生的根 因此他必须要三转 那有的人说 初应该是为五人说法啊 你怎么会现在 把它配上是三根 就是三种根性呢 应该是第一转 路也愿为五人说法 对不对 他说一般不是都这样说吗 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当时这里面 不是还有八万诸天吗 那何故呢 会无三根呢 他说啊 因为为了生三 会三根 三道顾啊 所以他把它安排 成为这样 那三转十二型法轮呢 这个十二型啊 他说事实上是三转 然后配上四地 对不对 所以就是十二 可是如果你以四地来看 配上四地的话 有四种形象啊 那就是变成是十六形 这部分的话 请看一下我们的十六形象 所以可以到网站上面呢 去下载我们的资料 那那个党名 他就是有在 我们在之前 今年的年初 一月十六号 就有给大家的 reference里面 就有个十九页讲义 第一页的部分 就介绍这个十六形象 就是苦及灭道 他各有四种形象 一二三次 对不对 都有四种形象 合起来呢 四层次就是十六形象 那这形象的意思 他这边也会有解 到 那这边十六形象 他怎么样来说 修官呢 各位看到五百三十六页的 第六行 像这地方 他有说 他做两轮的意思啊 像在这间旗面有 轮转啊 锁转啊 轮还有飞轮 对不对 像这些五行 他说 叫十二是轮转 行是锁转 行是轮 叫的不是轮 那如果你把它做 两个轮的意思来看的话 眼是明觉 那这样的话 四乘十二 对不对 就变成是四十八 那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开这个四形呢 成为十六形 那这十六形 就是下面的第一形 到第十六形 那这第一形 到第十六形的修法呢 所以我有去看那个讲义 上面也会有帮你们 介绍过 所谓的说官 然后一路怎么样到 顺到这边 那三根呢 乘上四地 再乘上这个 眼智明觉啊 就等于十八 怎么找到 三根 有众生 有三种根性嘛 然后者 为他说出 四种四地 三种四地 三乘四 然后再乘上 这里面每一个开显所正的眼智明觉 各个不同 只称为十八 那眼智明觉的意思呢 像他就配上说所谓的古法人呢 就是类似于言 古法智是称为智 那那个 笔字呢 笔人呢 就是明跟觉 那这个笔人跟笔字 你可能会觉得 跟那个表格不一样 就告诉各位 笔人就是类人 笔字就是类字 有没有找到 有 好 那 从第一心开始看 叫做苦法智人 有没有找到 苦法智人 就是苦法智 这地方就是也 第二心是苦法智 就是智 就是苦言苦智 然后苦累智人 那么累就是类人 累人就是笔人 笔人的话就是明 就是苦明 苦累智就是苦智 就得到苦绝 OK啦 好 都跟上 那这样子 即就是苦 就是有四个 四个 就是等于是 法忍跟 法忍那边跟累忍 他各有二嘛 就是有忍跟智 忍跟智 还有 那这样笨起来一个地 苦地是不是就有是 是心 然后苦即灭到 是是就成为16 就这样算出来 OK 好 所以他说啊 掩置明觉为十八法 所以把四地开成十六行 就是这样算出来 然后配上有三种根性 所以第八行三根人 各个十六行 乘四十八行 找到吗 有 好 那十二地呢 他说这个十二地是教 教 那十二行是行 那所以说当你的教十二地在转的时候 那为当中呢 为四啊 是一种拳字 所转的呢 这种拳所转出来的话 他有十二教 如果是行这个法呢 轮转的教也会有十二 所行 所转的行呢 是不是一样有十二 所以他的教跟他的行都是搭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把他说 他通三人或者约其中的一人来看的话 那就是从就那个见地道的三个人 那见地道是哪三个人呢 526 535页 他535页 他这边有没有跟你讲 有十七行 见地之为了五血 有没有 那见地道的三人就是指这三人 什么写好了吗 自己在旁边就写参考啊 然后535页的十七行啊 好 那他说从这里面啊 立根的呢 文他那个四转啊 他就生了眼自明觉啊 那四转他生的话 也就是代表他正 三个合起来的话 也就会眼自明觉 存在三个就变成十二行啊 就这样算出来的 那所不能转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凡夫啊 不能够转 那天人模范也不能够转 一位沙门如果他没有听的话 他都不能 连这个道理他都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他有能力转嘛 就没有能力去宣说 就是他连这个道理都不知道 他当然没有宣说的能力 所谓的转就是宣说 宣扬红化 那如果他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那 弊之佛虽然误了 但是他还没有那样的一个 散巧方便能够说出来 所以口不能说 那婆罗门他闻到这样的名字 但是不了解当中的道理 没办法弃路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那魔跟犯啊 他说也是一样 所以所不能转的啊 就是有这么多人 所以他说 所谓的天能模范 所不能转 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他们不能转 这边十三行十四行 就要介绍他的原因 五百三十七页 那怎么样 那转的话呢 所谓的转 他叫做转法轮 为什么呢 叫做转法轮定义 转这个法呢 倒露他的心 令这个人开悟 目的呢 破六十二箭 OK 好 那这里他有的旧解 旧解 那自责大师 他就有一个反驳 还有他有提出他的看法 他就一般认为大胜四弟 四转二帝 四转一帝 四转五帝 一般都会认为大圣是这样的转法 大圣的大圣就认为 全书之义 小圣是帝 事实上就是以生灭为体 大圣是以无生为体 那你把它说到后来 慢慢说 转到说无帝 也就是只是要呼应到 为是无生为体 这个意思 然后叫全书之义 就是文章的扑术 一个历程而已 那十二因缘 那他说 只不过就是别相细观四帝 比方他讲说 像那个无名老使 事实上就含在恐极里面 那无名灭乃是老使灭 不也就是同类的悼灭吗 所以十二因缘 只不过就是把四帝细说别观而已 别相来看 那生文言诀 菩萨这三个人来观这十二因缘 这十二因缘 那二圣主要看的是生灭 十二因缘 那菩萨是无生十二因缘 从无生十二因缘来看的话 要是本不生 经不灭相生 所以说相生传传灭 对不对 相生传传灭 所以那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生灭的问题 从无生菩萨来看呢 那第九行的话呢 三圣的话 他说他也有谈这个四帝啊 那二圣的话呢 是从有量 那菩萨是无量啊 那如果是六度的话呢 现在这样讲完了 你看前面的这边是十二因缘 三到八行十二因缘 九到第九行是四帝 那十二因缘四帝都讲完了 还缺什么六度 就是一般讲说 佛的教法就是总归 就是圆地度嘛 圆地度 圆是什么圆 然后第四帝度六度 就是刚好这边讲的圆地度 圆地度 那六度他说一样有三人 你想说六度怎么会有三人呢 阿罗汉怎么会有六度啊 天才的系统啊 乃至菩萨 我看大概都应该跑不掉 他说要大品 他就隐瞒一个大品菩萨金啊 八去品 阿罗汉屁之佛 他就讲得很清楚 因六菩萨蜜至彼岸 社大圣论也提到 凡夫二圣皆有六度 只是当中什么 有些微的不同而已啊 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啊 应该他是通 只是通当中呢 他有通有别 有通有别 那就问啊说 如果这样的话 那应该都据名叫做波罗蜜啊 那为什么 这边说只有度啊 他说蓝啊 当然啊 因为二圣行到彼岸啊 当然也可以称为波罗蜜啊 但是他差别的是到哪里 他只到涅槃 空涅槃的彼岸 不能够到佛道的彼岸啊 这个是比菩萨的六度 差了那么一点点 差别点 那金正里面就有提到 他提起来也有了六度 六度就是六度啊 那宝银金里面也有三正 皮尼啊都算是有 就是当中的差别 一定要弄清楚 就是有通有别 是通是别 哪些东西是通的 哪些东西是别的 千万不要把它说叫做一通一别 就叫混淆说 我绕口令完了 你们听懂意思吗 OK哦 通别通别 然后是通是别 有通有别 一通一别 三则差别在哪里 我现在要训练你们 因为法华学义快要开始讲 来 你不是倒给他吗 你不倒给他 他就直接管进去就好了 这三个差别在哪里 我画两个图好不好 你们来说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快点扫给他 但他就不用画了 片子插进去就好了 来 假图跟乙图 一二三 三个 请你把它填在假图和乙图里面 三个都要放进去 假图应该是一二三的哪一个 乙图应该是一二三的哪一个 自己抄笔记 下星期交给我 作业这么一局 可以吗 没有问题对不对 我们课堂规矩第二条 一二三有三个选项 我们现在有两个图形 就是假图跟乙图 请您把一二三配上假图跟乙图 这样OK吗 可以 这句子代表三种情况 请问呢 哪几个句子是描述假图的 哪几个句子是描述乙图的 这样OK 这样很清楚了 好 那个上课交给我 不用等我收啊 你们到了就可以放在那个我的桌子这边 到了就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那记得写上名字 好 我们再往下 所以他这边讲的啊 讲完了这个怎么样转法轮之后 就是他转完法轮以后 这些泛天啊 还有宗盛他们德武 他就描述了一说 祭祀九行 出少中多 不受者 他是不受四见 也就代表呢 他悟出果 不受四见 代表他悟了出果 那得解脱的 代表他脱子果 两腹啊 那也就代表他得了什么 福学位 那申妙定的呢 就代表他得了什么 去解脱 去解脱 那这后面呢 就是要开始要勤转那个什么 满字法门 勤转满字法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 秤转满字法门的地方 而十十六王子皆以同子出家 而为沙米 朱根通立 智慧明了 以臣供养百千万亿 出佛 就代继续跟佛说 聚白佛言 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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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端为我等说 诺多诺三秒三十五批法 我等文以皆供修学 世尊 我等自愿如来知见 身心所念 佛至正知 这时候呢 他是不是讲得很清楚 他求的是什么法 来翻过来 第25行 537 25到26 他所要求的是什么 自愿如来知见 找到了 自愿如来知见 所以他25行就说 他25行先跟他讲说 大德生文皆以成就 代表说 空涅槃的法 已经教化了这么多人了 这时候是不是应该为他们说 奥诺多诺三秒三菩提法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 自愿如来知见 好 那这时候呢 耳时 转轮圣王所降 众中八万亿人 借持六王子 要求出家 他们也求出家 圣王呢 当然听取啦 耳时彼佛受伤明 请过万劫以乃是众之中 说是大圣经 名妙法莲花 说是 这个是是说色部 是是色部 说色部大圣经呢 叫做什么 妙法莲花 那这部经呢 他的名字叫妙法莲花 他是在教菩萨的 是不是在教菩萨法 而且是为诸佛所护念的 是教菩萨法 佛所护念 十二个字 这个地方啊 我第一次讲法华的时候啊 底下有一个同学说 这个地方他在别处听 这个在表这个经呢 这个双影 双那个 书名号 他说应该是要标成 妙法莲花 叫菩萨法 所所护念十二个字 他说 教他的那一位教授是说 这是梵文如此 那后来当时我就直接查给他 查给大家看 第一个事情是 梵文里面啊 他事实上 本身如果你现在手边是大正帐的经本 你就看到他没有把莲花经的梵文 直接大正向下面就标的很清楚了 他没有教佛大法佛所护念 他的大正帐第九册 226号经的地方 他就一开始你在法华经的地方 他就把梵文标在下面 教佛上把佛所护念 你如果回去查 因为法华经那梵文本不止一本 你会回去查 他并不是在讲这个经的精灵 他以他的形态来说 他是在形容他 他是在不同的一个句子里面 但是他是在前后 所以他是属于那种附属句 附属句 所以他这个整个精灵啊 不是十二个字 就要确定一下 所以我有时候 第二件事情是 除了这里有一外 你跟我回去如果看到 教佛上把佛所护念 他并不是一直固定在妙法 莲华的后面 他有一个地方是 教佛上把佛所护念妙法莲华经 教佛上把佛所护念 法华经 他会在前后跑 那有时候呢 他会当妙法莲华 教佛上把佛所护念 他有时候 他不是这样的排列 所以光在中文的排列里面 也很多 所以我那时候还好 意气好 刚好 法华是比较属于自己来做的功课 我当早就跟他解释说 以我所看啊 因为你们现在不是用八分账本 没办法翻其他的 笔也给你们看 他前后 你可以很清楚的确定 教菩萨把佛所护念 这个是在形容妙法莲华经 也在限定妙法莲华经的内容 这是非常确定 但他不是整个经名里面的 因为之前已经有人跟我讲 外面有教授是这样讲 是教授 所以说我来跟你们讲说 这边要确定一下 如果以后听到你要有信心 他四个字 就是他的经名这边只能画四个字 那查了重点 刚才告诉你 一根从梵文入手 那如果你就算梵文不守 你观翻大阵帐 你看他的下面 经文的第一页 下面他的注脚栏 他就已经有列出他的梵文 那梵文里面根本没有 那个经名的梵文 没有其他八个字的意思在里头 第二个方式就是说 你从中文里面同样是在讲经名的地方 你可以确定一下 他教菩萨把佛所护念 是在做限定的 还是不是限定的 另外一个方法 你如果会梵文 你回去查其他几个梵文本 梵文本不止一本 你查其他几个梵文本 有没有任何一本 你可以查得出来 教菩萨把佛所护念 是在经名里面的 所以不能说有时候读中文很顺 好像他一直这样初心把他挂过去 他是属于限定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要用那个三节 去把它做一个限定 好 说是经里说了 这部经结束以后 十六三米欧欧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库 结果受持奉送通力 就是因为他们要求为 为了这个音助 所以他们都奉受持 而且独送通力 你们要回家TMP3 讲第几次 无数次难以记住了 回家努力的听 奉送通力绝对有效 而且奉送通力以后 你要受持才真的能够内化 好 说是经里十六菩萨沙咪皆其信寿 身闻众中亦有信解 其众生情况一种皆生 一祸 神闻当中也有信解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会讲说前面 摄利佛在听大圣经的时候 他也会有那个我等皆生懊悔 对不对 他就是呼应的 佛说是经于八千节未曾修备 说此经里迪路近是处于禅定八万四千节 好 底下他是萧文 他说这里面有提到他们要出家 十六王子求出家 请佛说大圣法 那他们的随从也想要出家 那佛当然接受了这些情 他们就说了一部经 那说了教妙法淮华经以后 当时大家众里面有些人不解 那这些不解的人 他们呢怎么办 他先把他排旁边去 他只先说啊 佛就去录定 佛说的这部经说了多久 然后呢 说完去录定 那为什么他们要复讲 也就是第五个 当时众中有人会不解 对不对 为他留下一个复讲的因缘 就是因为众中有人不解 所以他留下一个后面 他们要开始复讲 第五百四十页王子复讲 找到没有 因为五百四十页 都会看到一个佛入定 第四行佛入定 佛入定了以后 王子就起来复讲 也就是回应到前面的他的发心 就是众得利益 又是回应到前面讲的 有人不解 如果当时佛第一次大通知圣佛说了 大家全部都信解 就是说他需要复讲吗 不需要 就是当时啊 他大通知圣佛说的时候啊 你看前面五百三十八页 声闻众中啊 有人信解 但是有没有全部解 没有 但是很多的众生糟糕了 天生疑惑 为这个地方留下一个伏笔 所以佛一直说 说了这部经说了八千节 没有修行 说完的话就入定了 这时候也就是留下王子 他发菩提心和复讲的音乐 好 来我们来十二行 五百三十八页十二行 所谓的诸根通力就是指六根清净 六根清净就叫通力 那六根复用叫做通 能够入佛定界叫做利 六根清净 就是诸根通力 他说智慧明了的意思就是 只能够开示误入佛之之见啊 听佛说圆顿诸子的大圣功德 他就已经什么 巨足了 那为了呢 点悯这一些啊 总有行众生 所以就请佛呢 来开拳显识 那开拳显识当中 有一些众生呢 像神文众 他明明就已经成就了 就要是要跟佛讲说啊 佛啊 已经有一些众生 原来可能没办法理解 您说的那些人 现在已经透过原来说的半字 小圣法 让他们的障碍 见识障碍都去除了 有的甚至已经得到了呢 职果葬都除了 对 职果腹都已经去除了啊 也就代表他们的大圣激动了 所以这时候才来请 才来请 所以他也不是自己想听什么 一开始就请 而是很慈悲的 先让这些众生能够拼拢的众生到达 最多的时候 他才来请 这个是不是才呼应到这十六王子的菩提悲心 也才可以呼应到 所以他是说 身文众皆已成就 他也先配合他们去听小圣法 之后呢 确定他们都有这样的能力之后才请佛说大圣法 那他说我准之愿如来之见啊 也就是代表说 这个法华经 但就是子 只有来说佛的之见 他们也只想听这一步啊 就是代表正请说 要请啊 说满字法 而后废这个半字法 就从这一个地方就很确定 他们现在是 因为小圣法都听完了 只想听大圣法 只想听这个子 也就是为 但他只想听大圣法 之后而佛说出来 这一步就代表只有这个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配上去 那二十三行他说 十六三明信寿 解二圣这些有信有解 这代表信解众 那其众生是不解众 那这些不解的就是二十四行说的 也就是最后十六王子要来复奖 而后与他们结下法华圆的人 也就是现在他会讲说 这些就是 他之前啊 以前跟他结缘的 也就是现在下根的众生啊 好 过二万节的这个十九行的意思啊 他说 上面就说 开三已经很久了 那中间不能够不谈啊 所以他就当然会描述一段十节 就说 前面已经开三圣了 那个三圣时间呢 大概是多少时间呢 他就描述一下 所以就在二万节当中就说了 有像方等啊 波仁啊 乃至于像二十三二行的 就是这样有那个大品啊 所以在二万节当中呢 说那 过了二万节 那在二万节当中 他说的就是方等波仁 这一些经典 二十五行 他就 最后一个 说完这一部经呢 也就是代表呢 十六王子要去复讲啦 因为这个佛 入定了不出来 这些疑惑的不解中 没有人可以问 所以十六王子在后面 十六余 或者十六王子 在后头呢 就会为这些不了解的人 复讲 所以是经 所以当中文宗明 他的入定的地方 就是禁字啊 正入定就是代表 他住于禅定 正就是代表 住于禅定 入定的时间 多长的时间呢 八万四千节 那这段时间 在互解中 就只好去找别人问了 所以这底下就开始要正结缘 正结缘就是十六王子啊 知佛入室以后呢 他就是十二行的地方开始 知佛入室 十六王 十六菩萨沙尼 知佛入室 吉兰禅定呢 吉兰禅定以后 他们只好为了这些不解中啊 就各圣法中 玉玉八万四千节呢 为四不动广说分别 妙法华金 所以佛入定多少时间 大同志正佛 八万四千节 就在五百三十八月 第七堂的后面对不对 佛入定多少时间 他们就为这些众生 言说多少的时间 那一一阶度六百万一那 由他横河沙本众生 一一阶度就是代表十六王子 每一个人都度了 都度了那么多 最多是应该是六百万一那 由他横河沙本众生乘以十六 十五行 那佛从定起呢 大同志正佛 过八万四千节以后呢 从三内节从定 当中起来了以后 他就往法座去 安疆而坐啊 所以他录定的是 他知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他知道 他说什么呢 是啊 就是这 这十六位菩萨 沙明亚 甚为稀有 诸分通定 智慧年了 以臣供养无量千万亿数诸佛 以诸佛所长修犯行 受持佛字 开示众圣令入其中 奴等 怎样 别当然说做清静 和供养之啊 所以 诸佛呢 为什么要 塑塑清静 各位 你必须要常常 就塑塑 他就说 你为什么要 常常清静他们呢 因为啊 如果是 身闻 弃之佛 极度菩萨 能够信这十六位菩萨 所说的经法 是 这是这十六位菩萨 所说的经法 而且呢 受持不悔的呢 世人皆当得奥多罗三秒三不接 如来之会 就能够得到如来之见啦 所以目标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这样做 就可以得到如来之心呢 如来之十一耶 由佛路定啊 所以得说 佛知道呢 他的这一期的那个教化 一化就这一次的教化即将结束啊 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有人不了解这一段的人呢 就必须令那些王子啊 跟他结缘 也交代那些人 自己要去清静善之事啊 另外就知道这些人呢 这些持等 就是这些众生 就是六百万一那 由他的众生啊 乘以十六的众生 一定会由王子 而后究竟得度 所以他入定呢 久而不出 这代表是 很像谁 那个 释迦牟尼佛 他遇到那个 长者的婆婆 他那个说 他跟他的缘不够好 是谁跟他的缘好 罗侯罗嘛 所以他也就是说 这些众生 未必会从他得度 但是这些众生 跟这十六王子的缘 比较好 所以这十六王子 去教化他 所以支持等必由十六王子 究竟得度 所以他入定了 久而不出 就是他们的因缘 本来就比较好 这再来往下五百四十页 众得利益 那这些众得利益 他得什么利益呢 他就告诉他们说 他都发菩提心了 所以叫做度 顾云度 出发菩提心的时候 誓愿作活 这时候就已经超过于世间 也是度超过了西方殿 度彼岸 也是把这七方殿 的众生 原来他应该都会死在 空涅槃 对不对 那他都能够度 这七方殿的彼岸 就是代表从空涅槃 然后度到大波涅槃 那佛从并起当中 能够称赞他们 一个是称赞这十六菩上 所说的是对的 第二个事情就是 劝他们要常常的亲近他 亲近他的利益 就是能够得到佛的知见 那之后呢 佛说完了以后啊 这个大通佛说完大通至圣佛的故事 说完了以后 之后 他继续讲十六王子的故事 就是后面讲的中间相识啊 佛告朱比丘啊 四十六菩萨常要说是妙法灵华经 依依菩萨所夸六百万一那由他 横和沙本众生 世世所生与菩萨聚 从其文法席界信解 以此因缘得知四百万一那由他 对四百万一诸佛 世尊至于经不尽 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重尽啊 就是说当时这十六王子 所教化的众生 跟他们所生的一直这样子 到现在啊 还在十六王子 还在教化他们 对不对 他们这样的一个姻缘呢 就算他们听十六王子说 妙法灵华经的姻缘啊 之后呢 已经转直到 就是已经遇到佛 有多少佛出世 四百万亿诸佛世尊出世了 而且到现在为止 他变成殊胜的姻缘 还没有穷尽 可见呢 当时他听了这首法华经 他所结下的缘 好不好 非常的好 来五百四十一页 五百四十一页 他说这个所谓的直逢佛出世啊 第三行 他说有三种 一种是相逢余 就是说他受大圣 那些在中间呢 像这一类的众圣 他一直都是接受大圣法的众圣 应该在这个历程当中啊 就是已经成就了 那另外一种是他虽然有相遇 但是呢 他会是大圣心 所以说只好以小圣来接引他 那这种众圣就是属于由故未尽 就是还没有穷尽的 所以现在必须要让他们呢 回小向大 第三种众圣呢 就是只谈他遇到小 而不谈那些众圣当中直欲到大的 所以中间直欲未渡的啊 应该是要谈今天才来开始受大的 第七行 乃至于灭后得到的这些众圣啊 那底下一个问答就是他是说 既然上面的层数已经层去多许词节啊 到现在才得罗汉啊 所以说你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无声法人 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到达 何以可接 这个接是指到达 怎么样是 反问他 如何是可以 如何是容易而可以到达的 叫何以可 其实这个接是指到达 怎么可以说他是容易到达的呢 那他就回答说啊 一根说大圣善巧啊 是他一世西坛 所以他怎么样的说 那这世西坛怎么讲呢 他说佛道长远啊 有的是说佛义德啊 这都是为了要对峙一些厌道的啊 如果长者说短啊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生这个道啊 就是说觉得他很容易就可以正道 就像有的众生他那个时候的众生福报很早 他比较不会轻蔑佛法 他当然可以出家当日得道 因为他们的福得够 那如果是在所谓比较别略的时期的时候呢 当然这句说他的得道甚困难啊 所以这个长远啊 事实上是跟你的心切不切 你对道的尊崇不尊崇 而自然有所谓的长短之说啊 所以有的他们讲佛道三万啊 三大阿僧齐劫 那就因此他就觉得不要啊 那你越不要啊 你的时间可能就变四大阿僧齐劫 五大阿僧齐劫 如果你相信而且你愿意 你也尊道的话 时间就不会这么长 那再来是为人西坛 他说就是为了要令他们增长善根 世界西坛就是随他所爱的 所乐欲的 那必依西坛呢 就是希望他们呢 不论说长短啊 结果都还是希望得佛之之见啊 所以今天呢 说有多少劫啊 乃德阿罗汉 这都是全 全行 目的都希望引入实行啊 那下面这边是要开始结会反华 嗯 那下礼拜再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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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